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 《望向辯片室》的《笑声网新闻》节目时段 这个节又是我许刘生 还有我们新西兰二德台洋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Like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還有政行布 还有今天浪土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这班BNO女士,或者拿着BNO的朋友,觉得很有自豪感的一群人 他们挺有趣的,帮特区护照起了一个花名 什么花名? 叫人家做特衰护照 神经,有多衰?傻的吗?他们自己不用吗? 可能他们叫特衰护照可能真的不用也不一定 我不知道有什么那么衰,护照护照 那么衰一点吗?奇怪 所以较早前有些BNO女士,他们就很想带小孩子去远一点 小时候要去一下欧洲才行 不可以只留在这个脱了欧的英国里面才行 要去法国,迪士尼乐园 去一下 香港又不能去,免得回去这么污烟瘴气的香港 比较近的就是法国的迪士尼,日本远了 所以有些小孩子也因为特区护照过了期 令他们申请有麻烦 如是者就说,为什么要申请特衰护照 让小孩子做了真正的英国人 怎么能够住一本英国护照才去法国玩 这样才有型的吗?是吗? 是吗?要这样吗? 黏匙的那你就要等五加一年了 可以的,等久一点了,不要去玩了 那怎么办? 同年是最宝贵的 这个叫特区护照的问题 也牵动到他们近年 就是经常拿着本BNO 就觉得很开心 或者申请这人申请各样 哎呀,殊不知 有一件最关键的东西 就不可以用来申请 就是这个叫做BNO的移民问题 可不可以申请 拿回那个MPF呢? 其实呢 一早都跟了你这班人 已经是 区政府 是说不再承认 BNO是一个叫做有效的证件 如果你还经常拿着 哎呀,我已经用BNO 离开了香港的了 我用BNO申请了BNO签证 已经搞移民的了 所以我就打算拿回那个MPF 现在他们很多都说这件事是不行的 不过很搞笑 我们混入了他们的群组里面 他们静悄悄呢 在群组的群组 想搞一些偷鸡东西 就说 我有方法拿回MPF 再PM我 我教你们 不宁收费 会不会有负败呢? 我想也有的 是啊 有什么那么神秘 不能说出来 是不是? 你说了给我听 等于这样 我神神秘秘问了你 我听完之后的喇叭嘴 我周围和人说的 那就一样 是吧? 是呀,没错 你叫我发毒实吗? 不行啦 傻的吗? 是呀 估不到 我们初头想着 叫BNO Girl 的问题 会让他们拿不到MPF 哎呀 原来 都是拿着BNO 不过 就去了另一边 坐上了加拿大的救生艇 哎呀 这家人似乎都挺可怜的 是呀,很可怜的 哎呀,很可怜的 可以怎么样? 哎呀 哎呀,别人这么可怜的 你用笑人的台仰 对吧? 其实呢,台仰呢 我和他咪后呢 都说了这个故事 其实呢,台仰呢 一语道破的关键呢 就是在哪里 其实很简单的 稍后呢 一边听 大家看有没有人可以留言 说得中的 那好吧 话说 这个港妈米米呢 和她的老公 和她的女儿 一家三口 就逃难 离开香港了 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 就去到加拿大的卡加里 当时呢 就用这个BNO 做申请 那个加拿大的工作签证的形式 殊不知呢 在2021年的时候呢 1月29 特区政府呢 就宣布了 不再承认 这本BNO 那个旅游证件之外呢 其实用来做一个身份证明呢 都不行 都不行 这本书是垃圾来的 BNO就是垃圾 就是在香港来说呢 真的是垃圾来的 那是什么来的 这本书 你用来 没用过去 香港不知是什么来的 就是你去坐飞机的时候呢 是玩具 假的 这本书是不承认的 就是等于这样 你拿去 现在吧 你去乡下 还是家乡 乡下呢 日本旅行的时候呢 你拿这本东西去递去櫃桌呢 那就没人理你了 是 如是者 就是BNO呢 就不能够用来做出入警官 也都不会承认它是什么都不会当是了 什么都不时 那麦米米妈呢 即是这位港妈呢 她就当时都 那麦米妈呢 那麦米妈呢 你当我们是臭 别人当是臭 那麦米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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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上年的大约年中 就跟朋友聊天 就说我 喂 我收到风啊 香港呢 有其中一间呢 那些NPF的受设人 接受加拿大这些 工作签证呢 他 或者以这个叫 永久性离开香港 你这样填呢 就可以给你提早了 哦是呀 是呀 有这种事吗 他就跟他老公那样说 然后他老公都是这样回答他 喂 好啊好啊 那这间 就是等于那间是叫做 易德强积金信托 嘟嘟嘟嘟的那些 接着将它转到易德那里先 反正易德那里 那间NPF说可以 到时拿得出来 怎麽不知呢 转了那些 money 就是那个 强积金那些过去 那麽不知 去到上年的年底 就集齐了这些文件 打算提出申请 去找易德的强积金簿申请 怎料在今年1月中的时候就收到信 什麽 我这样的事 按照那个规管的指引 竟然呢 竟然呢 什麽呢 你现在是否易德 NPF那些公司跟我说 什麽呢 BNO不获得承认 所以就拒绝申请 然后就 嘟嘟嘟嘟嘟嘟 喂 你那个时候说可以的 然后呢 你又说可以的哦 用BNO申请工作签证 然后他嘟嘟嘟嘟 咳咳 我钱怎麽 然后呢 然后呢 难道呢 那个加拿大那个签证上呢 因为印着有BNO三个字 所以就申请被拒绝 然后呢 这位港妈呢 就很伤心了 那可不知呢 在今年的1月底的时候呢 这个米米港妈 和她老公呢 都得到加拿大移民部的通知 就说呢 你们的PR的申请 终于获批了 哇 那可好开心 哇 开心死了 哎呦呦呦呦 即是可以迈向 就是做一个真正的 加拿大人 近一步 对啊 很开心啦 那马上就就即时 再和那个经纪 又打回来 喂 这次呢 我用PR的身份 就是永居 就是永久居留权的意思 形式申请那个MPF是不行啊 不过当时就还没收到 丰业卡的 都有那个 电子版的信的啦 那怎料呢 交完之后 又是被拒绝啊 咦咦 这样啊 呃 这样啊 看看 先生 我帮你查一下先 那你那个 呃 E Confirmation 那里呢 我看到啊 就有 BNO 三个字 那即是代表你呢 这个 永居啦 是用 BNO 来申请的啊 不行啊 对不起啊 拒绝啊 哎呦 这样啊 那怎么办啊 哎呦 没用功了 两夫妻的姐姐哭了 然后电子版 哎呀 哎呀 搞错啊 那电子版的PR就有BNO三个字了 好了 那接着呢 就再等到那个枫叶卡 来到的时候呢 再去过了 哇 旅战旅败 旅败 旅败 亦都再战 再战 再失败 好 收到枫叶卡之后呢 就再去尝试一下啦 那殊不知呢 那个那个ите 售托人 那些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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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差什么文件啊 又说 来哪里来来来 转个小时便到 然后又未到 这些 哈哈哈哈 别笑了 你这两个真的很惨啊 三月中的时候那个经纪就跟他说 应该要多10天左右 然后10天10天 10天再10天 整个月都来了 然后港妈米米就说 听说即使有枫叶卡都未必成功 因为那个国籍写着GBN GBN就是大英帝国 就会同样被思维和BNO一样 这样啊 即是你看到那个Nationality 就是GBN 他们的卡已经是觉得他已经升级了 爽了 我们是英国人 Great Britain 这个GBN的代价就是 你暂时就不能够拿到这个MPF的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是否应该危险你的封骨 就不要再捏下去呢 我也认为是 我认为是 就是这些这样的抗争的东西 或者这些为了要平反 要证明BNO 你们不承认 加拿大是承认 不过代价就是 没有了那笔MPF 或者暂时拿不到 是 可不可以 其实 我认为你这样子很没有封骨 我不是说的 只有封骨又有钱 比封骨更重要 是不是 没有封骨 钱才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 台仰就飾演了一个魔鬼的角色 你脆脆的 跪下他 没有人知道你的 懂你老鼠吗 是啊 没有人知道你的 没有人知道你的 除非五夜梦围的时候 他就说 啊 做什么你要拿回NPF 啊 啊 啊 为什么你要拿回特税护照 啊 啊 你没有看到我们的 啊 不要找我 最多拿回NPF之后 需要多些东西给你们 好吗 啊 那 台仰不如这样 你又说一下你的解决方法 你就拿特税护照 简单 是啊 其实最好简单 不是啊 就拿特税护照 就不搞定了 一天都光光了 就是我觉得呢 你可以倒转这件事 你花一点点时间 一点点心思 其实做一场大龙凤 就已经可以了 我也觉得是 你们两夫妻 我不知道她们什么因由 就是你也说了 整个故事很完整 一天就还原基本步 那因为我就做过这个动作 就是去怎么证明自己是 永久离开香港 接着就拿回NPF 那你就重新再来过 那你刚才也说了 那你又有那个 枫叶卡 又拿了这些东西 又怎样 又怎样 又再在加拿大 又有工作 又怎样 那你跟着 就再回香港 拿回特区护照 跟着呢 就再重新 好像我想当年那样 走回去相关的NPF 那个公司那里 就跟他说 直接找个经纪 三后六年去说 就说自己 就永久离开香港 然后又给回特区护照 或者其他不同的证明文件 工作证明等等 就证明你 在加拿大方面 已经是有工作了 也有那个身份 就可以离开香港 或者过加拿大 就会不回来 那你这些齐了 我觉得应该都会给你拿回 没理由不给你 我都认为是 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普通的 你是自己的选择 这些 问题不是在政府 或者护照 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不是先 是要说特区护照 你拿回特区护照 你拿回特区护照 就算了 不要告诉别人 我都不知道 不会预计的 是不是 现在另一方面 就是BNO Girl 真是英国那批 害怕什么 哎呀 这些人 你们跟真正做英国人 差很远 不要那么肉麻 没说我都忍不住笑 有时候 如果我们五阶一成功了 做英国人 拿英国护照 会不会都不让我们拿回NPF的 当然不会了 你拿到英国护照才说 真是傻 怎么会不给你自己的 又不是有钱 又不是大够钱 哎呀 你那少少契税那么多 真的欠你那样吗 哎呀 那他们来说 就多了 雪中也不限 如果这样的话 就等于雪中送市 赚不过 哈哈哈哈哈哈 好想拿回 拿回是很小很多的 其实之前 有拿不回又拿不回就好 咦?拿不回也好 因为我记得 之前有些人 问家人借钱 去BNO早家 接着那些人 你们去BNO早家 坐定了 看Facebook 经常游山换水 还钱了没有 去BNO早家的 你这么开心 一去到的 你又不还钱 到处玩 我们就不要太可怕了 他经常说我们什么 美丽新香港 没有啊 不还啊 那为什么呢? 特区政府就给回NPF了 哦 这样也可以 是啊 是这样的 这样也可以 痴痴的 所以呢 这帮人真是很好笑 如果就算你入了值之后 你看有多少个人 可以入到值 再不是呢 没有啊 有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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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帮人入 等到五元都睡了 如果能入到先 如果能入到的 你又好像刚才所说的 那样 然后呢 就再申请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护照 什么都好 你跟着呢 就说自己在英国 就将会有一份工 也都说自己有一个 真正的英国护照 将来呢 就会留在那里 继续做事 如何如何啊 那你证明到呢 其实应该都OK 没理由不给你 因为我用BNO 做了英国人 不会是这样的 因为你用BNO做英国人 就不给你拿 其实呢 就算这样 不给你拿的话 只要你符合到一个条件 你也可以拿回那个NPF 等到你65岁的时候 就可以拿了 是啊 对啊 等一下吧 你一定够长命的 六十五岁很快就到了 是啊 那就是 我们最后学习近 不是马来近 即是阿肖那时候 还是阿肖 有个 有个 是阿肖 就是阿肖 阿肖说两句 那个阿肖 到时候去最经典的 就是什么 祝你新年流浪 祝你吉人天上 吉人天上 哈哈哈 哎呀 那你们到时候 那么够年多的就回去拿强积金 是吧 对啊 对啊 最惨的就是那些 就是做什么 最低工资呢 搬来搬去搬来搬去 哇 搬到五楼七箱 好辛苦啊 真的想起都害怕 哇 你这么搞的 是 希望他们捱得到啦 不加一年而已 现在都过了多久 我估计了部分人都已经过了一年了 对不对 很快到的而已 等下啦 挺可怕的 就是阿肖这样的言下之意 你是不是怕他们捱不到65岁呢 我也怕他们有点担心 你这么容易捱吗 大哥 捱世界这么容易啊 哈哈哈 你明明在香港 叫做有个舒适的环境 又有份工的 稳稳振振的 但是确实是 不知道相信了些什么 一家大小就搬去英国 接着做一份最低工资的工作 明明在香港做教师 你去到那边呢 担泥的 我也不知道为啥 是不是呢 不是说担泥的工是坏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 所有居住的地方呢 都是有前人帮你担过泥 才能建得到的屋 是不是呢 但是你又由一个文职 去到转去重新适应 又重新来过 然后还有些年纪都不小的 有些四十多五十岁都来着 都还学人去担泥的 我想起他们的警方都觉得 有点凄惨 对了 尤其是之前那天做老师 那个在香港的男人 头发都白了都灰了 以前教书 回家就初老例 现在去到英国呢 就是贪泥 哈哈哈 你是不是真的折舵呢 我知道 我先用折舵 如果大家想得更加好 每个人有不同的理想 唯有这样解释 我已经帮他兜了 这个理想究竟是崇高还是崇教呢 大家不妨一起留言 继续讲 不知道 各有各看法 他就肯定觉得崇高 我就不是了 哈哈哈 那我们崇什么呢 不知道 好了 今次先说到这里 希望他们有途径可以得回 也不是这么难的 有机会飞回来就可以了 是啊 好似义的 好 那就来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拜拜